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超杰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在线电影票这个行业 他们的需求分析 我们首先来举几个比较典型的用户场景 我们都知道,看电影一般来说不能一个人看 一个人看,一般来说不会符合的去电影院看 一般都是在家看个片 那么我们说电影院的场景呢 往往都是跟着自己的朋友 一般来说是男朋友找女朋友 女朋友找男朋友 当然这个世界奇葩比较多 也有男朋友找男朋友 女朋友找女朋友的情况出现 但不管怎么样 基本来说都是成群结队的去 那么这个时候很有可能 比如星期天的下午去看电影 不知道去哪个影院比较好 也不知道最近哪部影片比较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希望APP能够帮你筛选推荐 最近比较热门的电影和电影院 并且呢可以支持在线去购买 在线可以去选座 那么到下午的时候 你可以去影院直接的取票去观看 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场景 我们注意到这个场景是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电影院 也不知道什么电影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是 那么通过电影的宣传渠道 知道最近某部影片正在上映 想去看 但是不知道口碑怎么样 不知道值得不值得看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则希望通过APP了解这个电影究竟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电影都是谁演的 以及其他的人对这个电影的评价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评分 并且呢 如果决定想看这部电影 那么就要了解一下附近有哪些电影院正在上映这部电影 还有有没有合适的去时间 然后去判断是否去电影院去看这个电影 当然如果口碑比较不错的话 那么就值得一看 就可以在线购买电影票 然后去电影院直接去观看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个使用场景 第三个场景呢 是无心插柳 柳成音 逛街逛累了 那么决定呢 去看看电影 这个时候 也是不知道最近能看什么电影 也不知道哪里可以看电影 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通过APP来快速的查找 并且去购票 然后呢 选择一个电影院去观看 而不是在电影院苦等半天 那么这是场景三 那么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下 用户使用电影票APP的一些主要的场景 那我们再看一看 究竟是哪些人在用电 在用这种在线的电影票的方式 去购买电影票 那么我们根据猫眼电影发布的 中国电影行业报告 可以发现 那么使用在线APP 去购票的这些用户 呈现了这种年轻化 那么让我们比较意外的是 虽然说现在经济大权还是80后 但是呢 现在90后 已经成为了在线购票 在线选择的主力 其次呢 才是80后 那么这个数据也表明 那么现在的天下 是90后的 未来更是 那么随着这种在线购票的普及 那么相信 未来 这个年龄的比例 还会秩序的 持续的这种增长 那么由于80后和90后 是在线购票的这种核心用户 和主要用户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 这类用户 他们主要特征是 喜欢新鲜事物 那么心态呢 也比较开放 容易接受一些 比较潮流 比较新鲜的一些事物 并且呢 追求一些生活品质 注重的是服务和水平 我们再来看一个 具体的一个数据 下面这张图呢 是2012年到2014年 并且给了一个2015年 各个年龄层次 它的购票的底力 从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从2012年到2014年 90后购票的用户 有着这种迅速的增长 由原来的26% 已经上涨到了52% 这个上升幅度 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到了2014年呢 90后占据了整个 在线购票用户的 52% 也就超过了一半了 那么80后 其实也不甘示弱 占据了40% 那么如果把80后 加上90后 那么就是92% 那么70后用户 仅占8% 那么看来 70后的人已经 不在这个 在线购票的主流人群当中了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预计啊 2015年 这个90后和80后的比例 尤其是90后 还会持续的提高 90后呢 会占据到62% 80后 稍有下降 会占到32% 那么 70后占据了6% 那么这个是15年的预测 那么我们说 不同年龄段的人 其实对于观看电影来说 其实他们是不同的 他们在选择电影的时候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下面这张表呢 是2014年一些热门的电影 那么80后 90后 70后 他们都喜欢看什么 我们首先看一看90后 90后喜欢看什么片呢 这里面写了 聪聪那年 小时代三 微爱同众的你 京城81号 那么从这个比例 大家可以看到 90后 比70后还要怀旧 比80后还要怀旧 特别特别喜欢 青春怀旧片 当然也有粉丝经济的影响 像小时代三啊 这样 也是90后特别特别喜欢 那么我们看 80后喜欢看什么片 80后喜欢看的片是 智取微虎山 后会无期 霍比特仁二 编辑刚四 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80后 他喜欢的片 还是比较主流的 而且比较有品质的 真正好片比较多 我们再看70后 70后喜欢看的片 大点眼镜 喜欢看什么片呢 喜欢看 爸爸去哪 冰雪取园 归来 这些片一般都是 何家欢的 基本来说都是 大人领着孩子看 那么70后呢 主要是处于这种 陪同者去观看电影 那么我们通过刚才 用户场景的分析 还有不同年龄段的 这种用户的分析 我们可以对 有看电影需求的用户 给他进行一下分类 大致呢 可以分成两个类 第一类用户呢 叫做 有理性需求的用户 什么叫 有理性需求的用户呢 就这类用户 有着自己比较明确的 喜欢的 观影的类型 有人就喜欢喜剧 有人就喜欢科幻 有人明确的类型 并且呢 对自己 要看什么片 都是有明确的 这种指向性的 知道 某些电影要上线了 某些电影快结束了 某些电影是谁拍的 某些电影能主要演员是谁 这个都是有理性需求的人 比较了解这些周边的信息 甚至呢 都看过预告片 还有一些宣传的活动 这是有理性需求的用户 我们再来看一看 另一类用户 另一类用户呢 就是偏感性的 他们没有固定关注 某一类电影的习惯 那么他们观影的行为 往往是受周围人所影响的 也许一个客观天 如果口碑非常好 那么他也会去看 比如像《盗梦空间》这种 那么有些人呢 喜欢看喜剧片 也会受这影响 就会看 所以说他们往往是受 周围人的口碑影响和推荐 触动了他们观影的欲望 再加上一些节日的 氛围的这种响应 所以说他们 一般都是随波逐流的 他们会根据节日 还有周围人的这种火爆的程度 临时做一些决定 但是我们说 在实际的这种用户里面 可能有完全理性的 也有完全感性的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用户是 两者兼顾的 两者兼有之的 只握比例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再看一看 具体分析一下 那么使用电影票APP的这类用户 那么他们的需求哪些呢 第一个是浏览影片的信息 比如说上映时间 简介 主要演员有哪些 还有影评 通过这些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最终目的是选择电影 选择值得一看的电影 那么第二个需求呢 就是电影推荐 就是查找那些为我推荐的 我喜欢类型的这种电影 这是电影推荐 第三个需求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需求 叫做购票 那么在线购票 在线选择 节省购票排队的时间 能够获取一些低价格 低折扣的一些 优惠的购票方式 那么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需求 那么还有一些相对的小众的需求 比如说搜索电影 我直接搜 直接找自己喜欢的电影 我就去看了 那么还有就是社交 我们可以在观看电影之后 然后呢 写一些影评 写一些观后感 分享到其他的社交平台里面 然后与观影者和小伙伴 一起去交流他们的想法 最后一个就是更弱一点 就是对自己看过的影片 和想看的影片 进行一些简单的记录 那么这些事 和小伙伴 一起去看电影